近日,有旅游销售平台在国际博物馆日到来前夕 发布了2018年以来的博物馆主题游打数据 数据显示,2018年博物馆参观人数已达10.08亿人次 其中90后占比43.2%,95后占比24.9% 古老的博物馆也变得越来越年轻化了 博物馆不再仅仅是亲子游的任门选择 增加了网红气质和独特内在的博物馆 逐渐称为年轻人的打卡潮流地 数据显示,北京故宫、自贡恐龙博物馆、西安中古楼 景德镇古瑶民俗博物馆、一星陶瓷博物馆等 博物馆主题景区人气满满 此外,时下一些年轻化的小众博物馆接连出现 胡同博物馆、老北京声音博物馆、失误招领博物馆 厨房文化博物馆、甚至科普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鸡文化博物馆 等独具特色的博物馆 吸引着年轻人的关注 因为现在主要的游客的市场 绝大部分80后、90后甚至95后 现在都进入到市场 所以对这群人来讲 他们的这种个性化的消费需求比较明显 这一方面我觉得他们受教育程度也比较高 他们对这种博物馆产品本身有这种求知的欲望 另外一方面对于博物馆就特别是这些个细分的博物馆来讲 他们又聚焦比较专业 而且他们在一些个展成方式上增加了很多创意的 能够让年轻人在这儿进行聚会交流的这样的一些项目 这个也是对年轻人有一个很大的吸引 专家称 小众博物馆引发了年轻人的好奇心 要说博物馆界的网红鼻祖非故宫莫属 有数据显示 2018年故宫接待游客数量已突破1700万人次 其中30岁以下占40% 30岁到40岁占24% 为了吸引更多年轻人关注 故宫做上了文创生意 让古人卖萌 让历史变时尚 我们的优势主要是文化资源丰富 故宫的产品是一个取之不尽的一个保障 所以在这方面的我们优势就非常明显 能够不断的挖掘 不断的能够进行创意 不断的出一些人们喜欢的这样的文化创意产品 这是我们的绝对优势 博物馆文化也生出的文创产品 让年轻人打开了买买买的购物模式 小到钥匙扣 手机壳 大到皮毛服饰 精美器具 有些产品一经发售 便卖断了货 此外 炫酷的科技让博物馆变得越来越潮 比如数字地图 那么人们故宫1200栋古建筑 他点击任何一栋 可以查阅到我们古建筑信息 故宫收到的1500块地毯 人们在这里可以来 调阅来看我们的这些地毯 有75000件书法作品 人们可以来调阅一幅书法 自己可以临摹 那么机器还会给你公众的打分 比如太棒了 比如惨不忍睹 把博物馆装进手机里 和古人聊聊天 体验历史中的衣食住行 在今天看来 已并非难事 逛博物馆 变成了一件越来越有意思的事 实际上博物馆呢 它是人们进行学习 进行赋能提升的一个地方 它不仅要面向过去 同时它也要面向未来 所以未来的这个博物馆旅游呢 我想它会越来越发展 随着我们科技的这个 不断的新 一些个新的一些个体验方式 越来越让我们的游客所欢迎 然后呢 用这些个新的技术 把过去的历史 以时尚的方式展现出来 把未来科技 然后呢 以这种现代的这个技术呢 来给我们进行展望 我觉得都是在这个空间 你可以得到很好的发扬